週五晚間 華府部分的法輪功學員在中共駐美大使館前 舉行燭光夜道活動揭露迫害 悼念被迫害致死的法輪功學員 並呼籲良知上存的民眾趕快覺醒 1999年7月20日是歷史上最黑暗的日子 那一天中共把中國拉向罪惡的深淵 17日晚中共駐美大使館前 華府法輪功學員以集會和燭光夜道 紀念反迫害21週年 來自大連的王春彥 回憶了99年鎮壓之後到北京證實法 並和學員一起接受美國太陽報記者採訪的經歷 面對記者他們坦然說明上訪目的 我們在這裡有很多的大法弟子 我們在等待著中國政府 給法輪功一個公正的評價 我們生活得很不容易 有的住在蘋果園裡 有的住在周邊的農村的帳篷裡 我們就是想讓中國政府知道 法輪功是真的 這記者聽了以後很感動 他當場表示我一定要想盡辦法 為法輪功發聲 王喜來自山東為方 在他幼年時 父母就因堅持信仰反复被抓流離失所 他的父親歷經8年冤獄折磨 50歲就被迫害離世 冬天的時候呢被冷水從頭澆到腳 然後或者是他不讓他睡覺 就20多天不讓他睡覺 就整個人精神都會崩潰的這樣子 如果他絕食抗疫的話就強行灌食 學員們表示歷經21年 這場史無前例的迫害已走到盡頭 希望良知尚存的人們盡快覺醒 新唐人記者王凱迪 美國首都華盛頓報導